华谊小姐冠军线上荧幕初吻,出道六年演多部剧集无人认识。 绿币以热播剧动人的时光播出已有一周,该剧集以时光为话题,以超能力为题材,男主角原委豪化身未能偷取时间的岁月神偷,从而来反映出现代都市人工作繁忙,常常因公事而忽略生活素质,往往虚好光阴,到最后才发现从未好好享受过生活。 动人的时光一句所表达的讯息都很正面,只要有爱,很多事情都能解决,令人反思的剧集确实该好好领悟领悟,再加上剧中充满奇幻及浪漫元素,怎么能不仅追下去呢? 另外该剧的演员各剧看点,除了新进士后唐诗勇,少男女神朱陈丽,还有中华小姐秘神范文雅,这几位女神在剧中都会与袁伟豪有感情戏,范文雅更在剧中向袁伟豪主动示爱,献上了自己的荧幕出本。 说起范文雅,身材所抱的她在2010墨尔本华裔小姐竞选中勇夺冠军,并包揽了最上镜小姐,慈善小姐, 网上最受欢迎嘉丽和夏日清爽大事四项奖项,之后更代表墨尔本赴港参选国际中华小姐竞选闯进石墙。 同届还有朱陈丽,张希文,于苗等。 风险管理硕士生毕业的她,原本与家人生活在澳洲,在银行做住客户服务主任,但她选择了放弃高薪厚重,自己一人之身从澳洲来港入行,一切从零开始,在2012年范文雅正式入行。 范文雅仰靖生财政大家都有目共睹,但是进入TVB后她并没有像张希文、朱陈丽一样拍下剧,反而被放置主持节目,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可串在TVB的剧集中试验一些主持人或者秘书角色。 相信要做个有戏份有对白的角色对于新人来讲,处境剧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在爱,回家之开心宿地这部剧集中,范文雅饰演的设计师Coco成功引起观众的关注。 剧情讲述的是范文雅去抛凶色又凹瑞尾,在吃饭时出招台低挑逗撩脚,又刻意倒谢红酒在身上叫对方帮他擦,电力十足,看到观众直呼叫好,剧集一出,及时引起观众热议,纷纷人肉出这位演员是谁。 成为热议对象的范文雅在此之前并没有其他代表作,除了在旅游节目三天二夜出现过之外,貌似在TVB都是迁路人贾尼炳,所以这次受到关注他很感恩。 在接受访问时更回答,以前几年在这里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,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,要是一开始进入TVB就有这个角色自己可能未必应付得到,很感谢在这个时候给到他这样的机会。 入行六年里,其实范文雅有参演过多部剧集,不过不知道还有没有剧迷会记得他的演出,来来来,小编给大家上图让大家回忆回忆,其中包括爱回家。 有许多人都觉得选美出身的演员一般都会倾向于美女角色,希望自己可以以最美姿态出现在目前,但是范文雅的想法比较另类,希望自己可以挑战到一些特别的角色,比如一些小三,泼妇,打女甚至一些丑角。 生于1985年的范文雅一直努力学习,努力磨练住自己,所希望的就是有一个机会被观众所认识,现在总算是一个好的开始。 即将播出的《公新纪二身功绩》,《士涵的》,《法官阁下》,《高清天之载体风云》等等都有他的演出,期待他带来的惊喜。